今天我们要聊聊美联储的信用今生被打获 以及这对全球投资者的意义 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 我们在10月份的节目里强调过的几个观点 一 投资并不仅仅依靠逻辑 投资的底色是常识 二 宏观的逻辑推演 最终会溃它于微观上的狼藉不堪 三 想要避开投资陷阱 除了全面的信息掌握 必要时的反人性反直觉的认知也不能忽略 最直观的就是防范个别小样本的过度关注 形成过度信用加持 四 磁微格的老化 凡是馈赠皆有代价 这几个观点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 不要盲目相信美联储的数据和政策 因为它们可能是有意或无意的造假或误导 美联储的数据造假其实很早就开始了 只是最近才暴露出来 让全球投资者感到震惊和愤怒 举个例子 就业数据是美联储最重要的参考指标之一 它直接影响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和利率预期 然而就业数据却经常被修正 而且修正的幅度越来越大 和现实的差异性也越来越大 比如最新的8月份 非农添加就业人数 从22.7万人下修至16.5万人 9月份非农添加就业人数 从33.6万人下修至29.7万人 修正后 8月和9月添加就业人数 合计较修正前低10.1万人 这些数据的修正在7月份之前并不明显 当时10年期美债利率维持在4%的平台中枢附近 然而从数据跟踪来看 数据修正的幅度越来越大 和现实的差异性也越来越大 那么为什么美联储要修正数据呢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美联储需要把两年期美债利率的预期定死在5%附近 因为这样可以控制通胀和经济的平衡 如果两年期美债利率下降 就会导致通胀上升 经济下滑 如果两年期美债利率上升 就会导致通胀下降 经济过热 所以美联储通过修正数据 来制造一种美国经济复苏的假象 让全球投资者相信美国的货币政策是正确的 美股是安全的 美元是强势的 然而美联储的这种做法 其实是在玩火 因为它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市场的智慧 市场不是傻子 它会通过各种渠道 获取真实的信息 比如微观的数据 比如其他国家的数据 比如实物的价格 当市场发现美联储的数据和政策 与真实的情况不符时 它就会开始反抗 开始调整 开始逃离 这就是我们最近看到的 美债利率的快速上升 美股的大幅回调 美元的持续走弱 以及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的复苏 这也印证了我们前面的那段话 想要避开投资陷阱 除了全面的信息掌握 必要时的反人性反知觉的认知 也不能忽略 最直观的就是 防范个别小样本的过度关注 形成过度信用加持 美联储的数据和政策 就是一个典型的小样本 它不能代表全球的经济和金融的真相 它只能代表美国的利益和意愿 如果我们过度关注它 就会被它的信用加持所迷惑 从而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用逻辑和常识 来分析美联储的数据和政策 以及它们对全球的影响 我们要用宏观的视角 来看微观的现象 我们要用反人性反知觉的思维 来看过度信用加持的陷阱 我们要用词微格的老化 凡事馈赠皆有代价 来看美联储的馈赠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投资的道路上 走得更远 走得更稳 走得更快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